今天我們來做做看西萍公主的頭飾 西萍公主是玉翅小舞座裡面的一個角色 這個角色的扮演者也是一個資深的演員 她叫做史蘭亞是中央戲劇學院的一位老西國 那我現在先來畫一下她的大概有什麼結構 那我為什麼會想要做她的頭飾呢 因為我覺得她的頭飾除了華麗之外 應該是可以用蠶花的方式來表現的 那當然她中間有一些翠玉的部分 一般其他旁邊也都是金色的感覺 非常的閃亮的一個頭飾 好那我們現在就把她的零件呢 一片一片的做出來 來設計她的零件大概有一些 她的上面可能是有一個比較小的花 下面是一個比較複雜的結構 先把小花的結構做出來 就這樣一片一片的做出來 就這樣一片一片的做出來 那上面的那朵花呢 是有四片小片的 加上兩片大片的 再配上也做不做 現在先把這個建產好 好 另外我們做了一些零件 就是她四周這種比較有角度的一些 一些感觉上比较豪华的感觉 一些装饰品 旁边那个角落比较特殊的装饰品 然后我们再做一个珍珠 它的顶上先有一朵小花 是由四个花瓣和两个比较大的花瓣组合成的 它是两层香底 这样看起来会比较奢华的感觉 在感觉上它是一个公主 这就是头顶上的这一朵花 等一下我们做下面这个花 我做的这个UV胶的花有点大 因为我们现在暂时找不到什么比较适合的花瓣 再把下面的花拌一拌一拌的把它装起来 那感觉是不是有点香 就有点奢华的感觉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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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我们把上面这朵花的叶子绑上去 这样子就有两层了感觉上比较可爱 接下来我们再把上下两层都煮起来 就是感觉到的层次感跟丰富感都增加了 把它整理一下 还不错吧大致上 接下来我再加两个金属片 增加它的豪华度 就是有再亮眼的感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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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后再接着我们把它的法书呢 也绑好 这样你就可以直接插到头上 我是不想示范 因为人有点丑 接下来这个是发擦 因为航朝的侍女呢 她在用头顶的装饰之余呢 她旁边会有两个或是六个 二到六个的发擦 那我这边呢 就先简单的做两个意思意思就好 因为头发也没有那么多 就是让你感觉到 就是让你感觉到 唐朝的那种复利堂皇的感觉 遗志小五说这出戏其实还蛮好看的 这是非常脱俗清新的一出戏 还没有看的朋友 如果觉得这段时间 时间待在家里的时间比较多的话 也可以去看一下哦 好的 那我就把这两个发擦大概做好了 平常也可以把它插在头上 如果你觉得你的造型想要丰富一点 好 好了 这样子就成为了一组唐朝的饰品 如果喜欢以上的影片 不要忘记订阅按赞 还有小铃铛咯 下次见